當你在裡面可以自我安慰 自我療癒 得到快樂跟滿足 你就會自動的降低食量 我記得我跟大家講過 我最早開始那時候畫畫的時候 到松菸文創 松菸成品 各位 記不記得那時候講 我在畫畫的時候 然後過一會兒 太太就拿一個三明治過來 你要不要吃 我就一邊畫一邊 囉嗦 人家正畫到重要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本來想尿尿 囉嗦 不要尿了 然後再過一會兒 拿個冰淇淋過來 要不要吃點冰淇淋 不要吵我 一畫就是四個小時 各位 你根本不會想要吃東西 所以我就越來越維持美好體態 他就越來越胖 好啦 開玩笑的 他今天沒有來 我一定要極盡報復之能事 各位 當我在那時候畫畫的時候 你會沒想要吃東西 因為你在那裡自嗨你知道嗎 各位 當你找到一個自嗨的方法 你怎麼會想要吃東西 比如說像 我在做盆栽 好像最近診所 那個陽台外面的那個 小陽台外面的那個 花都死光了 然後這個 我大姐就說要去花市買花 我說買回來 因為那邊很乾嘛 沒有常常澆水 怎麼樣都死掉啊 我就說 那我自己來弄好了 因為之前 其實後來 我其實講錯 是虎尾蘭 不是虎頭蘭 虎尾蘭 後來因為 各位大家知道 虎尾蘭很好玩 你種一顆 然後旁邊它會發新的芽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 住家的這個虎尾蘭 移大概五盆 到那個 陽台上面 診所外面的陽台 然後其中有一盆 我在把土拆開的時候 發現它外面 長了四個新的芽 然後又把四個新的芽 又再種到盤子裡面 所以我五個大的 弄出去 又多了五個小的 四五個小的 然後又重新再長 各位 然後第一個 你覺得你找對植物了 虎尾蘭能夠種死掉的 就是天才了 因為它是屬於沙漠植物 你如果知道 種到四 再來頒獎 它是屬於沙漠植物 一個禮拜 澆一次水就會活了 對 然後就種那個虎尾蘭 然後就去 弄那個土 所以各位 像我媽媽就覺得很好玩 你做醫生的手 人家煮什麼 拿油啊 你去農垃圾 各位 其實很開心的 因為我有農夫的基因 那當你在做一件 你開心的事情 各位 你就不會無聊 你不會無聊 你就不會坐在那裡吃東西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 問題不在吃 所以再次就講了 一個禮拜 找一到兩件事情 來取代你 用吃做為療癒的一種 自我的方式 所以各位 所以他絕對不是把focus 焦點放在你如何少吃 不是 是你自動的沒有想要吃那麼多 你自動的想要去運動 你自動的在過程當中得到快樂 各位 也不是胖不對喔 胖不好喔 各位 所以真心靈的找回 沒好體態 他第一個告訴你 不是胖不對跟不好 而是你想要繼續這樣下去嗎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所以他是從心靈的一種 改變 從你找回你美好的自己 好 比如說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因為這裡面 雖然是短短的幾個 15篇的準則 各位 比如說 裡面其實很多許醫師的臨床經驗 包含 我曾經有一個個案 來看我 他們家裡好像三個小孩 然後可能 姐姐很傑出 他是第二個 女的 下面是弟弟 各位 他就是剛好是第二個女兒啦 那下面又是弟弟 那可想而知 第一個 姐姐很傑出 第二個下面又是弟弟 弟弟再怎麼不傑出 也是兒子嘛 那他就讓自己胖得很離譜喔 比如說一個女孩子可能胖到 一百二十公斤左右 各位 後來有一次 在做治療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 許醫師 在接觸賽斯心法之後 在跟你做心理治療之後 我發現我內心 有一個很深的潛意識的聲音 我說什麼聲音 我想讓我自己 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 胖到後來 我看他們有沒有注意到我 各位 後來果然吸引你父母親的注意了 每次他在吃東西 父母親就說 一百二十公斤了 你還要這樣吃嗎 然後他就 哇 各位 可是這樣哇哇的背後是什麼 你終於注意到我了 你終於注意到我 一直吃一直吃 已經胖得不是人類 是豬了 你終於注意到你們家出現一隻豬了 我除了讓自己這麼胖之外 讓你們注意到之外 你們什麼時候看過我一眼 各位有沒有 你們什麼時候看過我一眼 功課姐姐比較優秀 討好 調皮 弟弟比較調皮 比較討好 我在中間什麼都沒有 起碼你們現在注意我胖了 你們注意到我胖的跟豬一樣了 最開始父母注意到他的吃 同時他很難過很痛苦 同時潛意識有沒有很爽 有 有 各位 所以我也把這個 故事的精華寫進去 還有另外一個 所以你看 許醫師好像在找回美好體態 對不起 我在做心理治療 我還有個個案 住台中 是富二代 富二代 也是很胖 一百多公斤 來看我 來看我的目的 其中一個部分是想來減肥 所以有些個案真的來看我是為了減肥喔 我跟他講 許醫師又不是飲食專家 我也不是健身教練 他說許醫師 我是來找你探討 我為什麼會肥胖的 背後的心理因素 各位 你知道後來 找到什麼嗎 因為他爸爸 將來想把事業放給他 但是從小到大 他不斷地被爸爸 批評挑剔指責 各位 所以他的內心覺得怎麼樣 你又要將來把企業放給我 你又覺得我那麼爛 後來我就找到一件事 我說其實 你潛意識裡面 會不會渴望得到爸爸的重視 各位 他說對 我很希望爸爸重視我 那我就開玩笑講一句話 那不用把自己弄得那麼重吧 各位聽懂齁 所以其實我是在探討 所有肥胖背後的心理學 各位 還有很重要的 在個人實相的本質賽斯提到 很多女性為什麼讓自己肥胖 各位 其實那是偽裝 為什麼 他可能怕自己被欺負 怕自己被人家推倒 所以 肥胖背後的潛意識因素是 我這麼重了 你要推倒我之前 要看看分量喔 其實就是內在的沒有安全感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要講的 其實不是只是肥胖的問題 我要講的是 所有人 我們內在的 共通的 心理的過程 所以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背後的心態 來 還是得回到主題 來 怡婷請上來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生活冒險 亡談 看見孩子的靈魂與天賦 所以剛才在外面看到怡婷 那就因為她是一個媽媽嘛 那三不五時就到門診 來告訴許醫師 他在面對孩子的部分 他有多大的心酸跟痛苦 然後他是怎麼樣 怎麼樣在不斷的忍住想把孩子殺了的心情 是開玩笑的 跟怎麼樣努力想看到孩子的靈魂跟天賦 又怎麼樣在孩子跟學校的教育系統之間 有自己的衝突跟矛盾 那另外一個部分 大家知道怡婷也是一個小提琴家 那之前是在文化大學的推廣部 舉辦過一個音樂會 然後他的明年在國家音樂廳 國家音樂廳要舉辦的獨奏會 在明年的六月三號 明年的六月三號 國家音樂廳要舉辦的個人演奏會 那剛好那天早上應該是我們的講座 那天的下午就是怡婷的 在國家音樂廳的個人演奏會 所以大家可以把明年六月三號的時間空下來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 教育孩子的這個甘苦談 天下午 感谢观看